我想報告我們學習在公共政治的立法方面 是不是也要支持社會企業 把支持社會企業當成是政府重要的工作 包括我們會講六星計畫 也許下一步我們就談說 政府所有部門都要做社會企業 這個東西只要開始推動 透過媒體還有學界開始來推動的話 很快我相信在三五年之內 就會變成這麼一個工作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包括從立法院、從行政院、從任何地方政府都可以開始來做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有些影響 我們開始來看這個概念 政府這個部分是很根本的 第二個就是企業的部分 當然左總市長有談了很多的理念 我想企業的理念我們也要繼續去學習 但是我覺得公益企業家的那種標端的提倡 尤其像左總市長 我覺得在他的企業裡面 他的公益裡面很堅強 是不是有透過左總市長 還有像類似這樣的一個標竿 能夠多方面去影響去呼籲 畢竟像我參加的比較多的公益活動 是在醫療改革 還有在社區大學 還有在兒童的孤兒宴這個部分 我所看到的 這個我沒有做系統性研究 真正對台灣能夠拿出比較有激化性 實質的支持的企業幾乎都是外商公司 本土的還有很多人改進你的空間 而且本土的有時候是亂發錢 這部分我自己不以批評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覆蓋 是不是有更多的本土企業能夠投入 最後就是公民跟自貢力量就是我們的根本 然後我們期待一個更好的公民社會 透過光源社會企業整理 而我們開始走向公民社會 謝謝